记者詹氏洪云林报道,云林科技大学引进新工法,盖房子就像组计木,以预组方式组合的乐高板模,不用钉子钉板模,乐高板模可重复使用50次以上,能省下2%的施工时间,一半人力也大大减少建筑施工的危险性。 云科大表示,乐高板模式使用新一代纤维强化复合材料制造的系统模板,具有表面平整光滑直轻耐用即可回收热容再利用等优势,以特殊专利连接手柄拳接一块块规格化模板,将模板组装变成跟玩乐高积木一样简单,组装完全不需要钉子及铁锤,工地现场更安全,学生经过简单训练, 即可现场组装。 引进绿能新颖法汉原实业的特助林英祥表示,乐高板模较大的门槛就是需使用电脑3D绘图软体设计及配置模板,然后让现场工人按图配置组装系统模板,其组装具有快速、简单、稳固的特性,甚至可在工厂做部分组装到现地再组合成品。 但传统建筑工人如果不懂电脑,在运用上就会碰上瓶颈。 林英祥表示,乐高板模成本虽然是木板板模的4到5倍,但可重复使用50次以上,较只能重复使用几次的板模更环保、更经济。 更重要的是,目前板模师傅难寻,而乐高板模组合容易,连大学生也可以快速学会组装,而且能在地面组合成模组。 再,用吊车吊上建筑物,减少高空施工的机会,也可大幅降低施工时的危险性。 云科大表示,目前已将乐高板模技术引进学校,学生不仅学习如何用电脑配置模板,也实地组装。 未来可以教导建筑工人,希望这种革命性的施工方式可以改变目前台湾的建筑生态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